隨著端午連休暑假旺季到來 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一開幕就聚集不少人潮觀展 業者紛紛推出各項優惠行程 出國萬元有找 勒領補助8000元 早鳥報名省1萬5等活動 等你來挖寶 我們優惠行程其實分幾個部分來講 就是如果說客人消費者 想要選擇自由行的商品 就是個人旅遊商品的話 其實我們在自由行的部分 在旅展的現場 我們機票是有2%的一個優惠折扣 那我們在自由行 以及我們的訂房的部分 是95折的一個優惠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現場 其實都可以在 享有一個這樣子的優惠之外 其實你只要付現金的1000塊 你就享有這樣子的權益 直接到6月9號 你在建廠期之前 你都可以來擁有這樣子的機會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訂購我們家 不管是機票 訂房自由行 或者是票券的商品 其實在現場我們都還想有一個 可以抽聯合航空美國機票的一個機會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當然還有消費者 是非常喜歡的我們家的團體旅遊 那可樂旅遊的團體旅遊的部分 其實我們不只是說在現在 即將進入到暑假 夏天的部分 夏天的部分當然是有暑假的親子團 他可能最受歡迎的 就像說東京的迪士尼 大阪的環球映城 像韓國的時候的樂天等等這些 其實都是消費者所喜好的一些商品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海島的部分也是夏季的一個消費者的一個選擇 那除了夏天之外 我們的秋季的商品賞風 日本的部分以及韓國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提前的上架 那包含到說更比較遠的一個時間點 可能到冬天 冬天的部分可能有含過我的滑雪 可能有包含到我們的冰島的極光 或者芬蘭的極光的這個部分 也都已經提前上架 博覽會在世貿藝館開幕 為期四天集結250家廠商 掌位格數多達700格 大咖貴賓出席盛會 迎來這場議後海外旅遊盛事 首委會這次也特別感謝了250家的海內外廠商 五大航空公司 16個中央單位及縣市政府 50大品牌旅行社及五星飯店伴手旅等 由您們的支持與參與 我們才能完成此次的700個展位的規模 今年呢 我們也特別安排了B2B 和網友不一樣的同業掌談會 在今天下午2點半到4點半 會讓我們的同業與各國的觀光業者交流 下談的一個平台 並且也配合政府還有觀光局 這四天在我們的展區 有義後觀光人才回歸 及新進人才招募的計畫 在我們的展區設有飯店旅行社等 整才專區有280個工作機會喔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逛旅展也能找工作 旅行特別是現在國門剛開放的時候 這個機場的能量還有航空的運能 其實是還沒有完全開出來喔 所以這個曲線會還不往上 所以我們非常的有信心喔 在今年一定可以達成600萬 國際旅客來台的目標 我們新南向的旅客 大概已經回復到以前的8成 那歐美旅客呢 也回到了7成左右 那現在比較困難的 很多日本的英鎊的旅行車跟我講 日本客來比較慢耶 那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喔 因為他們4月29號才正式的降機 所以這個日本旅遊的觀光園約 應該是從6月份才會正式的啟動 所以下半年加上我們這個代言人 穿口春愛的花公園 我想下半年的日本市場 應該是非常的客氣 今年我們總統府也推出了 來去總統府住一晚的活動 來邀請全球各國有影響力的 明恩網紅來體驗台灣的美好 向全球世界介紹台灣 報名還沒有截止 麻煩大家也幫我們多多宣傳 台北市觀傳局 也在博覽會內設台北館 主推貓空 清水節 兒童藝術節 大稻城 夏日節等系列活動 跡象物熊讚也熱情推薦 其實台北市我們身為首山之都 我們也有最豐富的旅遊資源 同時我們也結合了 不管是最便捷的交通網絡 還有非常舒適的旅館 當然還有巷弄美食 異國料理 還有很多米其林推薦的餐廳等等 我想絕對是非常值得所有的朋友 來到台北市旅遊體驗 那台北市我想大家最有時候能想 每一年的跨年煙火 也被CNN評選為 全世界十大跨年煙火的地標 另一方面 今年二月份 我們也非常感謝觀光局協助 我們共同舉辦台灣燈會在台北 而且也得到各界的喜愛肯定 也創造了一千兩百萬人次來造訪 那當然我想另一個方面 大家很喜歡來到台北 特別吸引國際的觀光客 在RankingRoyals一個非常知名的調查網站 它對全世界各主要城市 來評選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總共424個城市 台北市名列第四 而且更被評論是不論昼夜 不論白天晚上都非常安全 其實我們就鼓勵大家 因為疫情之後 大家走出戶外 來享受大自然 那台北有完整的青山步道 那我們鼓勵這些父母親 帶著小朋友能夠出來 同時我們這一次也結合了三貓 市政府一直在推三貓計畫 所以我們也結合了動物園 還有我們的貓籃 以及我們的貓空休閒產業 這個協會 他們也推出一個貓空茶會 同時也有很多的這些導覽活動 讓他體驗在貓空正宗的觀音茶 能夠享受泡茶的一個樂趣 同時在大稻埕夏日節這個部分 也是一改過去的辦理方式 這一次除了這個時間 從7月1號到8月20號 也改變以前過去煙火只有一場 這一次有七場 同時在8月20號 有一場大的這個煙火秀 另外我們結合了這些好樂好的船舶公司 他們也可以 這一次也有來賣船票 那希望大家能夠在船上聽音樂 看煙火 同時岸上我們也會有 光環境的一些裝扮 讓這個整個河岸 能夠把這個氛圍更好 這個更美麗 展場規劃五大主題館分為海外旅遊 樂遊台灣區 兩岸交流觀光 及伴手禮區 另外還有紅包 機票 天天抽 集豪力等好康活動 樂見開創新一波觀光產業榮耀 記者溫君 台北不到 記者溫君 台北不到